2024年1月10日 新闻播报1 1月10日 距离台湾大选仅剩3天 台湾前总统兼国民党前主席马英九 接受德国之声采访 马英九在采访中表示 无论如何 台湾在自卫方面都无法与中国抗衡 统一是可接受的选项 他强调台湾必须相信习近平 认为不仅他一个人相信习近平 中国军队也远远强大于台湾军队 他提到美国的兰德公司进行的18次战争模拟 都显示在美中战争中美国都输了 目前两岸关系紧张 主要原因是因为民进党军舰在台海周边活动 这是民进党的责任 他认为民进党的备战思维可能会给台湾人民带来灾难 马英九还批评现任总统赖清德 表示他姓赖和英文的赖、谎言、同音 不相信赖清德会改变多年来支持台独的立场 他警告中国不要接受赖清德这样的人 并对现任后国民党两次大选势力表示 这是台湾人民的选择 必须为中国可能采取的行动做好准备 这番言论引起外界疑惑 尤其是在选举倒计时的紧张时刻 对此国民党总统候选人侯友宜迅速回应 表示不同意马英九的看法 侯友宜主张两岸三地的战略因强调对话和交流 强调台湾要坚守民主自由制度 反对一国两制 保持台湾人民的生活方式 他表示台湾的国防在很大程度上依赖美国 并强调加强国防是向国际展示台湾的意志和决心 以便获得美国的支持 他认为台湾必须保持警惕 但不同于马英九的极端立场 这番言论也引起了一些人的质疑 认为马英九在采访前 未与国民党中央协调 导致国民党的选举表现混乱 个人个性 没有协调 新闻播报二 根据日经新闻的报道 美国商务部的统计数据显示 去年1月至11月 中国在美国进口商品的占比仅为13.9% 同比下降了20% 这是17年来 中国首次不再是美国最大的进口国 在2017年 中国在美国进口商品中的比例 曾达到峰值为22% 目前 墨西哥取代中国 成为美国最大的进口国 而越南的进口比重也逐渐增大 墨西哥在美国的进口排名第一 而越南的进口比例也在不断上升 越南对美国的出口额 在2012年仅为210亿美元 而到2022年已经增至1360亿美元 翻了6.5倍 过去 美国大量从中国进口电子产品 但去年从中国进口的笔记本计算机下降了30% 相比之下 从越南进口的笔记本计算机翻了4倍 尽管主要是指苹果电脑 值得注意的是 墨西哥和越南的许多组装厂都是中国投资的 这些加工厂在一定程度上仍然依赖中国的组建 自2018年以来 美国对中国加征的惩罚性关税达到了3000亿美元 推动中国企业向墨西哥、越南等东南亚国家转移 许多中国的加工厂也随之迁往这些国家 这一现象表明 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的地位正在不断削弱 新闻播报3 根据消息 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主任郑山崩于1月9日主持召开了一次民营企业座谈会 参与座谈的5家民营企业包括新华景、科达、自控、御新集团、智商集团和物美集团 其中 物美集团相对较为熟悉 这5家企业向郑山崩介绍了他们目前的经营状况以及所面临的困难 发改委提出了一些建议 但座谈会的性质基本上是听取意见和鼓励 没有具体的政策出台 郑山崩在座谈会上表现出较高的政治敏感性 他在舆论中被认为擅长作秀 与此同时 第一财经于1月10日发表社论 强调法治经济才是最好的市场经济 社论指出 对于民营企业而言 法治经济是最有利的市场经济环境 社论主张清理那些执行随意 泛泛而谈的政策规定 杜绝选择性执法 将对民营经济发展的支持措施固定在法律中 以创造固定和稳定的预期 这些舆论表明 媒体和社会对于政府 应通过法治手段 支持和规范市场经济的呼声正在上升 虽然这些意见在改变 但政府是否会相应调整政策 仍然不确定 新闻播报四 根据中国媒体封面新闻 上海复旦大学于1月9日 发布了2022到2023本科教学质量报告 报告显示 去年及2023年的英届毕业生中 只有583人选择直接就业 占毕业生总数的18% 并有2278人选择继续升学考研究生 占比为70% 其中 有567人选择出国留学 而1714人在国内考研究生 复旦大学的毕业生去向 在国内没有典型的意义 但报告显示 直接就业率仅为18% 这一数字反映了中国英届毕业生 实际就业的挑战 估计不到30%的毕业生 能够直接进入工作岗位 有分析认为 一部分大学毕业生选择了 灵活的就业方式 比如女生当主播 男生从事外卖工作 如美团外卖等 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 截至去年6月 年轻人的失业率 已经达到21% 一些专家 如张丹丹和经济学家刘延春 警告称 中国的青年失业问题 可能会持续10年 如果不得当处理 可能引发社会和政治问题 张丹丹甚至表示 中国青年实际失业率 可能高达47% 这一问题 在短期内 可能会进一步加剧 新闻播报5 根据New Space Lab的网站提供的信息 1月11日 中国计划进行两次卫星发射 首先是上午11点55分 在九泉卫星发射中心进行 搭载的是广州中科宇航公司的五颗卫星 实现一件五星的发射 另一次发射计划 在下午一点 在黄海进行 搭载的是吉林一号高分贝摇杆卫星 这两次卫星发射的路径都不靠近台湾 需要注意的是 去年中国进行了67次航天发射 全球排名第二 截至目前 中国在过去24年里 已经成功发射了两颗卫星 其中 有一颗在1月8日发射 经过了台湾上空 引发了台湾国防部发布的国家级警报 新闻播报6 1月9日下午4点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SEC通过其官方推特账号发布消息称 美国政府已经批准了现货比特币的基金 ETF交易所交易基金 然而 不久后 SEC主席根德勒在他的个人推特账户上发文表示 SEC的官方推特账号遭到黑客攻击 该消息是虚假的 美国政府尚未批准比特币 ETF产品上市 约10分钟后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重新获得控制权 删除了虚假铁文 证监会的发言人于当天晚些时候发表声明 确认推特账号被黑客盗用 发布了虚假消息 在这条虚假消息发布后 比特币价格一度飙升至48,000美元 但在证监会删除并否认消息后 比特币价格下跌了3% 报价为45,513美元 稍后回升至约46,200美元 值得注意的是 在此次事件之前 已有10家资产管理公司 向证监会提交了比特币ETF的发行申请 其中包括 未来的数码管理和加密指数基金 管理公司B2S等 市场普遍猜测 美国政府可能在1月10日 批准一些比特币ETF的发行 但证监会表示 可能会因为这次飞客事件 而延后或拒绝批准比特币ETF 新闻播报期 彭博社报道 通用汽车去年在中国的销量为210万辆 较上年下降9% 与此同时 通用在美国的销量达到了259万辆 同比增长14% 这是自2009年以来 通用汽车在美国的销量 首次超过在中国的销量 通用汽车在2017年 在中国的销量曾达到了400万辆 之后逐渐下跌 这一趋势可能反映了2017年 是中国经济的顶峰 外国汽车在中国市场的销量 普遍在2017年和2018年达到巅峰 之后逐步下降 这种下降趋势的原因之一是 中国市场出现了消费降级 导致汽车需求减弱 此外 中国政府对本国汽车企业提供了大量补贴 使中国汽车价格降低 进而影响了外国汽车在中国市场的竞争力 相比之下 日本汽车在中国市场的销量相对保持稳定 因为它们能够快速调整价格 以适应市场需求 然而 欧美汽车制造商的反应相对较慢 导致其销售下降速度较快 新闻播报8 彭博报道称 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 去年中国挖掘机销售量为89,980台 较上年下降40% 此外 出口方面也下降了4% 挖掘机通常被视为基础设施投资的重要指标 因为它们在基建和建筑项目中扮演关键角色 因此 挖掘机销售下降40% 可能反映了中国基础设施投资的疲软状况 这一数据表明 去年中国的基建投资出现了明显的下滑 而非增长 这可能引发一些关于经济增长放缓 以及政府在基础设施领域的支出问题的担忧 基建投资对于中国经济的稳定和增长至关重要 因此其表现受到密切关注 新闻播报9 陕西西安中院于1月10日 做出了对西藏副主席张永泽的一审判决 以受贿罪判处其有期徒刑14年 并处以罚款500万元 案情描述称 张永泽在2003年到2021年期间 利用职权之便收受了5100万元的财物 鉴于他的认罪态度和主动交代案情 法院重新采定了刑法 新闻播报时 香港警察公安处在1月10日进行了突击检查 并搜查了郑文杰的父母和两个姐姐的住所 郑文杰是英国驻香港总领馆的一名职员 并且据称流亡海外 调查的内容包括了解他们是否与郑文杰有过联系 以及是否存在金钱往来 去年12月14日 香港警察国安处悬赏100万港币通缉郑文杰 指控他成立政治组织制裁香港官员 涉及所谓的煽动分裂国家 勾结外国势力 危害国家安全罪 香港警察国安处此前已经两次悬赏通缉身在海外的民主派人士 并带走了35名与他们通缉的亲友进行调查 这一事件引发了对言论自由和政治追踪的担忧 涉及到对异议人士及其亲属的严密监控 这些事件在香港社会引起了广泛关注和讨论 本期要进行转发尚证明连续